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我六可黑是9月29日,不过出街应该是9月30日, 也希望你们支持小弟,订阅我的频道,跟着订阅,分享,留言,赞好,还有按铃铃, 希望令到你不要miss了我的视频,那就说正经事了, 其实现在我就知道,中印之间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对峙, 有人就说局势已经是比较没有再增兵,但是没有退兵,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说,有时候我讲到,喂,搞定台湾三天搞定, 但是最后没有的嘛,没有,没有动手,那大陆为什么不动手, 因为印度那边呢,始终是烦着了,但是呢,其实可以说一句了, 大家对峙主要的地方是这里,大家以前都会给大家看的了, 那这个是赫乘米尔里面中国控制的地方,赫赛阴, 那大约大家对峙就是拉达克的地方,这边呢,现在叫做, 叫做,赫乘米尔是歪了在西面的,这一块叫拉达克, 印度就放了整二十几万军队在那里浪,但是呢, 现在这一刻来说,我六那一刻呢,天气已经跌到零下十几度的了, 零下十几度左右,那就没够冷,但是其实天气已经开始恶劣, 也都听到呢,印度军队呢,有些是冻死了的了, 那你放在那里,那就是可能呢,印度就, 其实是在配合着,就不想你中国,可能会武统台湾啦, 那你在那里搞,在那里扎马,大陆都可能都可以先看着, 那这样,也都可能等多一段时间, 基本上呢,其实天气会越来越冷, 踏入十月,国庆假期连续八天, 就是十月九号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星期五啦,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一个适当,会动手的时间, 九号,还是会迟些十二号,还是会再迟些, 甚至是,美国总统选纪的前后呢, 那样,哪个时间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没动手,整个国庆都我估计不动手啦,是吧, 除非说出些奇兵而已,国庆假期里面无端端动手, 但是,你动手,当然会影响市民消费啦, 那麽其实中国就想谷经济的嘛,是吧, 那我估计假期不动手,假期后会不会动手? 那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九号到整个十月都有可能动手的, 那因为印度去到那时候呢,十月九号呢, 真是很冷的了,天气, 已经是近两个星期后的天气来说, 那时候呢,印度就整堆人狠狠狠在那里啦, 那天气越来越冷啦,下雪啦, 那些雪就可能, 哼, 十几尺口啦, 铲雪都铲死你, 那怎样呢? 即是,你印度是不是做些傻的事呢? 你已经呢, 是六百万个Case了, 六百万,刚刚我做节目可黑, 当是九月二十八号的夜晚啦, 那, 其实就当月二十九号的啦, 那已经, 超过了六百万, 两个星期后, 你不排除, 超过七百万, 已经可能追到美国都不定了, 即是,情况呢,是劣的, 但是你在这儿做些无谓的事, 但是你继续做无谓的事呢, 也都, 如果是决定了要动呢, 我告诉你, 有些作者会说到就是, 如果要动手, 可能会抢东沙半岛啊, 澎湖啊, 东沙啊, 这些都夺取了啦, 那样, 我觉得没有需要切香腸的了, 动得这些岛呢, 那其实是直接打的, 我就觉得, 如果不是, 你其实一本一早都可以动的, 是不是? 南海的太平岛, 那个岛是天然的岛来的, 在南海, 那你为什么让台湾控制一个, 在南海里面天然最大的岛呢? 但是中国, 大陆是不想动着, 但是如果一动手呢, 当然这些岛要夺取之余呢, 直接就打台湾本岛的了, 要么是不动, 一动就全部打了, 也都无谓说, 喂, 你等你美国, 你拖嘛, 你拖时间, 美国有很多军火卖给他啦, 中国的代价就越大啦, 是不是呀? 台湾浪费了他的资源去买, 这些过期军火, 那就是整体中国人的钱就亏了啦, 台湾里面有很多汉奸, 他们基本上我们上一次,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做的节目都说啦, 如果真是, 美国, 现在死定了, 基本上呢, 有一个鹰派叫Rubio, 他都说了, 不会, 为台湾和中国打仗, 因为损失太大, 承担不了, 而且现在, 美国经济呢, 五六七箱, 各样的问题, 所以呢, Rubio都这么说, 这个呢, 是看到的, 不跟你查, 你自己查一下Rubio, Rubio, 他这样说, 就是一些在美国那里的, 一些智库的里面, 演讲就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 卖多些武器, 增加中国统一的成本啦, 不过, 美军真的不会干预, 哇, 太危险啦, 喂, 台湾, 会不会, 有个人呢, 台湾的白痴仔, 就说, 用一些, 他的红风的导弹, 炸掉自己的, 核一核二核三, 三个发电厂, 搞到漏辐射, 搞到你台湾人, 破坏了, 那样, 第一呢, 台湾政府不会这么做啦, 他不够打呢, 可能快点投降, 或者快点呢, 就帮助大陆拿到台湾的, 政府的数据, 那呢, 用这件事去交换, 那样, 那我觉得呢, 他们反而呢, 平时大陆不打到来, 他们就赶到台独, 到大陆打到来, 他们投降最快, 第一件事, 扯五星期, 接着呢, 立刻把政府资料尽快给, 甚至呢, 劝一些, 台湾有点傻的, 可能拿了一支枪, 要跟共产党打巷战的时候呢, 就劝, 你收皮啦, 你帮手劝行, 可能呢, 又会减刑都不顶的, 哈哈哈, 即是, 我觉得呢, 要是不打, 一声就打完, 而且在台湾岛里面呢, 很多人就, 啊, 真是说, 真是可以说, 西花教大变了, 大陆雷霆曼军, 炸了你这些军事设施, 你都没得动了, 很快而已, 那些东风十一呢, 有些是近距来吹, 吹坦了些军事设施, 接着有无人机也好, 接着有飞机也炸一轮, 就大约军事设施死了, 那就, 解放军登陆了, 那就很快, 一两天就搞定了, 不过呢, 都要选个好些时间啦, 国庆, 都要谷经济的, 对不对? 那么, 台湾不一, 印度那边就说完了, 总之, 我觉得台湾那边, 十月随时发生, 十一月都有可能, 究竟什么时候发生呢? 因为练兵, 练了两个几月了, 要动呢, 十月族也有可能, 十一月头也有可能, 我就会看这两个时间多些, 选举后, 应该都打了啦, 转一下话题啦, 其实较早之前跟大家讲, 很多关于白俄罗斯的事情, 大家都没什么兴趣的, 白俄罗斯有颜色革命, 另一边就是泰国在搞紧, 大家都知道, 白俄罗斯, 其实就是, 俄罗斯来说, 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战略的门冲之地, 但是大家是没有兴趣, 因为不熟悉他嘛, 但其实现在告诉你, 原来白俄罗斯, 对中国都重要的, 为什么呢? 给你看看地图啦, 中国可能在铁路系统里面, 经过乌鲁木齐啦, 这边就有一个, 叫做霍尔果斯, 的一个关口, 霍尔果斯关口就真的很旺, 这个叫做霍尔果斯市, 大约在哪里, 在山脈对上一点,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大约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新疆的深圳, 现在其实很多铁路往来, 经过霍尔果斯, 直入哈萨克, 接着呢, 就会经过俄罗斯境内之后, 就进入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和德国, 如果呢, 白俄罗斯呢, 是给美国那边, 用颜色革命呢, 可以成功夺权的话, 会影响中欧贸力的, 这个是告诉大家, 所以大家要留意白俄罗斯的问题, 白俄罗斯呢, 暂时来说, 都是以僵持的情况, 正在发生着, 那其实, 就是, 美国, 直接说一下, 开口牌了, 美国很多时候, 都在别人的国家去搞, 因为白俄罗斯如果搞死了, 第一, 乌克兰的翻版, 就使得, 可能俄罗斯呢, 会出一些军事的行动, 占领白俄罗斯的, 这个呢, 当然, 欧洲里面的民意就说, 哎, 俄罗斯是欺得拉了, 其实特朗普更加欺得拉, 但是不管了, 会逼了欧洲呢, 重新上回到美国的战车, 这件事呢, 其实就, 对整个东西方的平衡是不利的, 即是说, 欧洲再倾向美国, 但是美国呢, 现在呢, 情况来说呢, 对于白俄罗斯呢, 我觉得呢, 暂时还没倒下, 总统就算了, 所以大家继续留意啦, 双方博弈啦, 希望不用说, 出到俄罗斯的军队, 进去白俄罗斯先啦, 如果你这样做, 那当然就是, 那些, 欧洲里面有很多, 其实欧洲里面有很多的NGO, 美国控制的, 其实, 譬如说, 社交媒体又美国控制, 其实欧洲呢, 现在来说呢, 基本上呢, 在一个互联网层次上, 真的没什么主权, 变成了美国, 操控了全世界, 大部分地区, 那俄罗斯就可能说, 喂, 如果遇到一些特别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关互联网啊, 都会这样做的啦, 如果你要, 不让颜色革命滲进来, 那你一定要对YouTube啊, 就是Google啦, 是吧, 或者对Facebook呢, 一定要盖上去的, 或者Telegram啊, 这些西方社交媒体, 因为真是很有, 这个很危害国家安全的东西来的, 所以美国呢, 自己做开这些呢, 所以就, 不停拍TikTok, 因为TikTok, 他怕大陆拿来做, 做颜色革命搞, 那大陆基本上是未必会这样做的, 我觉得是不会这样做的, 不过呢, 他, 就是财, 喊竹财啦, 就是他自己想起了些邪事, 所以想起别人都会做的, 那所以大家继续留意, 白俄罗斯啦, 另一边呢, 我自己看呢, 就刚刚爆发一些战争, 就直接是战争的啦, 就亚美尼亚和阿塞巴僵呢, 现在呢, 就有一些的, 直接是打仗啦, 阿塞巴僵呢, 其实现在你在Google Map看的地图里面, 这一堆呢, 其实是实际上, 阿美尼亚实际控制的, 现在呢, 阿塞巴僵呢, 反台, 其实我都, 他们当然互相说对方, 开第一枪啦, 那不知道谁开第一枪的, 不过你可以知道呢, 阿塞巴僵呢, 有个非地在这里的, 而这个非地呢, 就连络去土耳其的, 基本上呢, 你可以说呢, 地理形势上呢, 虽然这一部分呢, 就阿美尼亚实际控制啦, 那阿塞巴僵要干服了他啦, 现在如果要干服的话呢, 甚至可能入侵了呢, 就要令到阿美尼亚呢, 跟阿塞巴僵呢, 就连成一体, 也都甚至一个情况之后呢, 土耳其是可能落水, 因为呢, 土耳其呢, 就是特决裔的, 阿塞巴僵是特决裔的, 不过呢, 阿塞巴僵呢, 是十业派来的, 土耳其呢, 就是顺利派来的, 但是呢, 其实呢, 教义上呢, 我说了, 十业派和顺利派呢, 我觉得呢,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大矛盾, 不过呢, 很大矛盾在哪个位呢, 就是阿哈比主义, 阿哈比主义说自己是顺利派嘛, 阿哈比主义呢, 就是呢, 沙地啊, 阿联游这些阿哈比的, 那阿哈比主义和十业派呢, 就很大矛盾了, 现在阿哈比主义呢, 美国支持啦, 亦都阿哈比主义就是搞很多恐怖活动啦, 但是, 土耳其, 他的顺利派, 和阿塞拜金的十业派呢, 是没有什么矛盾的, 大家都是兄弟之国来的, 现在, 现在的情况呢, 阿美尼亚呢, 就比较, 其实呢, 军事上呢, 和俄罗斯呢, 是有联盟的, 但是, 如果在一个大局的里面, 这一场的战争, 如果最后土耳其介入, 跟着一起夹死阿美尼亚, 甚至就是很抢去一些的领土, 好, 令到呢,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之间呢, 就没有没有不让阿塞拜亚夹挡住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 挺高的, 土耳其呢, 有个传闻就说, 土耳其呢, 在敘利亚呢, 都抽调了一些军队, 过了去, 想着帮阿塞拜疆手, 阿美尼亚呢, 就是白种人来的, 其实呢, 一些特决人都很白种人样的, 但是, 阿美尼亚呢, 基本上呢, 是信一个基督教的, 那如果会不会, 阿美尼亚, 会丧失领土呢, 在这次战争之后, 土耳其就去, 直接打借了他呢, 跟着, 就令到呢, 阿塞拜疆就再没有非地呢, 连成一体呢, 那就是这个呢, 可能大家说, 哎, 关什么事呢, 这个是会, 影响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 也都不出奇呢, 由得阿塞拜疆, 和土耳其呢, 去支解, 这个阿美尼亚, 或者侵占阿美尼亚领土, 不出奇的, 即阿美尼亚呢, 可以说一句就是, 他的位置呢, 刚刚山岔位嘛, 隔住了两个特决国家, 的联系嘛, 会不会他, 他会租殃呢? 而俄罗斯, 怎样救他呢? 俄罗斯呢, 就和格鲁吉亚都反了面的, 那俄罗斯呢, 可以说呢, 在这里, 土耳其呢, 就和俄罗斯呢, 那俄罗斯呢, 就是俄罗斯控制了的, 所以格鲁吉亚呢, 就亲土耳其的, 虽然格鲁吉亚呢, 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是他呢, 就和俄罗斯都反了面的了, 2008年呢, 俄罗斯呢, 入侵格鲁吉亚呢, 就抢了南澳塞梯, 那呢, 变成呢, 可以说土耳其呢, 是四边包围阿美尼亚的, 现在呢, 可能是, 谈得够数, 俄罗斯呢, 可能真的卖, 阿美尼亚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是不小的, 所以大家留意啦, 世界局势会怎么样啦, 那我觉得, 会不会, 中俄和土耳其这个, 联盟, 不散的话呢, 对一流一界有利点啦, 但是, 你会想一下, 大国的政治, 就是这样啦, 阿美尼亚, 在这个死位那里, 中国, 当然想, 土耳其上去那艘船啦, 土耳其就不用美金, 就用人民币啦, 接着, 中国, 就会支持巴基斯坦, 接着, 伊朗, 接着, 土耳其进入欧洲啦, 这样, 那俄罗斯的, 石油啊, 天然气, 亦都想经土耳其进入欧洲啦, 但是, 这个阿美尼亚, 顶住特决国家啊, 那在大国政治来说, 就是没有的啦, 就是, 你不要理啦, 就是我, 我就这样看的啦, 但是, 看看将会的发展是怎样啦, 先说到这里啦, 对,